我要见人质 不行 如果你不让我见 我可不保证会发生什么 威胁我 是的 我们现在就是相互威胁 火车马上就要开了 现在见面应该也没有威胁 这样吧 沈先生 您先回车厢等着 李会长 你去把人帮过来 就行了吗 听沐小姐的 我去给你带人 行吗 赏车 李大小姐 李大小姐 李兰 沈先生 没事 老沈 你可担心死我了 你怎么回事啊 有没有受苦啊 你的脸上是什么 沈先生 你没事吧 我没事 这是什么 他们是不是用别的方式对付你了 你受伤了吗 你受伤了吗 我没有 你这两天怎么样 有受苦吗 我没事 老沈 你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又输给李英良了 输给我很丢人吗 你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啊 他们要把我带到滨江 去做医学检查 检查 什么检查 我的事情被他们发现了 沈先生 李叔叔说 你是一百多岁的怪物 可是我觉得你很好 米兰 他真是个怪物 会吃人的 你才是怪物 沈先生从来不会害人 只有你会害人 我不许你这么说他 你们是被关在一起吗 是 我们到这边 差不多中间穿了三四节车箱 那你们 今天谈话到此为止 米大小姐 司徒一声 请回吧 来人 到 沈先生 你是大哥哥 照顾好米兰 我带走 是 去吧 走吧米兰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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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这个 喝什么喝 走 我不开心 我已经够倒霉了 就想喝点酒 给你 拿去吧 谢谢 谢谢 沈先生 我这一手怎么样 卑鄙无耻 我还要是不卑鄙无耻 怎么能降服你这个妖魔鬼怪 没想到你还有几分人心 昨天我还担心你是个 没有感情的冷血度母 丝毫不担心那二位的死活呢 你对小孩子胡说什么 我怎么了 米兰 我看她挺喜欢你的 想替你试探一下 她是真情还是假意 结果如何 结果她说随便 真有意思 她对你是真的不在乎 至于那个威廉 她跟我装疯卖傻 说我污蔑你 我看她早就知道你的身份了吧 她一点都不怕你 还替你保守着秘密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交易 我和她只是医生与病人的关系 那她胆子可真大了 是我的手笔大 有钱真好 像你这么不是人的东西 都能买到朋友 如果我买立会长做个朋友 立会长会开价多少 怎么 连个机会都不给我 遗憾 遗憾 原来立会长还是个无价之宝 你是想贿赂吗 顺便也交个朋友 不好吗 你说什么 我说 给业姐 也和你做朋友 天哪 我当傻子 你 我说 这儿 来 卫林 他们要带沈先生 去冰江做什么检查 谁知道呢 如此费尽心血 说不定他们会公开老沈的身份 让他申办名利 如果接老鼠 也说不定 会让他在这趟旅程里 直接丧你 我要救他 不好意思 诸位 我又糊了 这把糊的有点大 诸位就免了吧 承让了 谢谢啊 这火车还是漫长啊 沈先生这么着急 敢去冰江吗 也不好好欣赏欣赏 这一路的风景 我是个急性子 既然已经知道了结局 又如何欣赏这些风景呢 你的人生 还有什么遗憾的吗 找到亲人 找到亲人 算不算 你的亲人 不是都死了吗 大火之后皆是焦土 我认为都死了 但也心存几分侥幸能够找到他们 这鸟要归巢 落叶须归根 或许我这趟终点 对我而言 不算坏事 算了 不说这些丧气话 诸位可做过超特级 亚西亚昊 如果在北剧转车 我们很快就能到冰江了 没做过 没做过 做过吗 没做过呀 我做过两次 非常好 非常快 车内有空调系统 有高级料理 有观景车厢 应有尽有 是科技和财富的造物 这世上好东西实在太多了 只要你够拼够努力 什么都能享受得到 这话庸俗了点 但它是真的 我爱这个世界 我想我是无福销售这些欠条了 希望日后诸位不要赖账 把钱给威廉 还是沈兄懂我 你觉得我是会赖账的人 这可说不好 李会长在我这里 素来信誉就不高 行了 现在也不早了 我们就早点结束吧 好 那我先回去休息了 期待下一次好好听见 叫你以前的故事 好嘛 沐小姐 送速度医生回去 去 走 衣服衣服 滑林 敏兰 沈先生怎么样 这天才刚亮 你怎么就行了 还行 就是情绪不太高 你们昨晚都干了什么 我們打了一整宿麻將 然後還贏了好多欠條 欠條給我 欠條 這兒呢 你幹嘛呢 沈先生不可能平白無故叫你去打拍 你們都說了什麼 說了什麼 說了投資 然後還說了怎麼賺錢 而且還說了茉莉花的戒指 沈兄還跟麗英良炫耀說他做過一輛車 叫什麼超特級亞西亞號 諸位可做過超特級亞西亞號 如果在北劇轉車 我們很快就能到賓家裡 我知道了 沈先生一定在暗示我們 他今晚回來 帶我們去做超特級亞西亞號 啊 早點休息吧 我再給你最後一次機會 什麼 你知道我為什麼不殺你嗎 為什麼 殺了你換一個上位海東只會更亂 至少我得到的信息是你從來不欺壓窮人 你從底層爬到這個位置 還能共進窮人 但憑這一邊你就還沒壞到 你說什麼 你說我還沒有壞 別管著 沒事 如果這話說了不時間 我再給你一百萬 你有了錢 就算不做官到國外買個酒樁 後半輩子也吃喝不醜嗎 你真騙我有意思嗎 還是你覺得我已經可以完全相信你 我不騙你 你放了我和米蘭威琳 我帶你們一起走 至於你的酬金 一百萬雖然不是個小數 但也不至於讓我傾家更淡 我認為我的名字是這個家 你認為呢 夠了 沒工人在這兒聽你說廢話 剛才說這些話有什麼用 他一定是在撒謊 一定是想讓我動搖 李星良 你已經起火難下 你真以為你能進門洗手 人一旦選擇跪著我 就很難站起來 清醒點吧 開門